現在是前面一個曾經講過的 有一位大哥 他首先告訴你 他覺得地球就是一塊大磁鐵 因為地球是一塊大磁鐵 所以就會吸引著磁針指向南北方 所以為什麼磁針會指向南北方 就是所謂的受到了地球的磁場的作用 地球磁場的作用 所以磁針會指向南北方 指向南北方 所以就是他說地球又是個大磁鐵 所以有磁力作用 所以吸引著磁針指向南北方 於是 來 指向在地球的北方 地球這個大磁鐵在北方的磁鐵是什麼 我們講過我們很少講中文 叫做直北極對不對 指向北方的那一極 英文說它叫做N極 那你把N極吸到北方去 所以表示地球就在大磁鐵 在北方是哪一極 哪一極 應該是哪一極 哪一極會把N吸過去 S 所以在北方是怎麼寫 S極 它在北方是S極 所以我想說我們不想寫中文 寫中文指北極跟指南極還好一點 那有人把他省略 那邊隔離班 省略那邊北極全部亂掉了 整個亂掉了 所以我們講N極跟S極 所以它在北方是S極 南方是N極 南方是N極 OK 然後基督就在大磁鐵 這個圖是有點小錯的 我們在講地球是一塊大磁鐵的時候 我們就說想像地球中有一個大磁鐵 然後一邊N一邊S 可是事實上 它的南北極不是正好相對的 並不是正好 就把它八十度相對的 不是這樣子 所以它並不是這樣子 用模擬成一根大磁鐵 不過我們就這樣說就是了 好 你知道它的是 北方的是S極 南方的是N極 所以根據前面學的 你的磁鐵線怎麼走 在地球表面從哪邊到哪邊 北到東 北到南 南到北 東到西 西到東 南到北嗎 對 南極 南半球到北半球 因為前面講過磁鐵線在之間外面 是從N極到S極 裡面是從S極到N極 所以外部是從N極 N極在南半球 所以是從南半球到北半球 這件事情在未來 交什麼電池 電流池效應啊 電池交互作用的時候要用到 在講電池交互作用的時候要用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要記得按從南半球到北半球 好 那 又是這樣 這裡有兩個名詞 一個叫地理北 一個叫做地池北 所謂的地池北就是池真說 這裡是北邊 池真說這裡可能叫做所謂的地池北 最北的叫做地池北極 地理北就是地理上說的北邊 那是什麼 看北極星 北極星對下那邊叫做北方 我們的自轉軸指向北極星 所以北極星對下那邊叫北邊 那這個北極叫做地理北極 所以有兩個北 一個叫做地理北 一個叫做地池北 也就是說 地理北跟地池北 有沒有完全一樣 沒有 地球那根大直鐵的北極 沒有落在地理的北極 所以這兩個北是不一樣的 這兩個北是不一樣的 因此 你看到這個圖就知道 我們的這兩個北極沒有重合在一起 所以指示的方向其實是有差別的 同時我們說磁力線的切線方向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你看到圖上面 我們的切線不是永遠都會跟地表是平行的 沒有沒有沒有平行的 不是 於是就有兩個角度 一個角度叫做磁偏角 磁偏角就是磁針指示的北方 跟真正的北方 地理北方的差別 圖上面 下面這張圖的 下面這張圖顯示有一個所謂的正北 有個所謂的正北 然後呢 另外一個叫做磁鐵指示的北方 那這兩個有個角度 上面是顯示低 這個低就叫做所謂的磁偏角 除非你正好是落在地磁北極跟地理北極的條金線上 那麼你們的指示的北方就一樣 如果不是條金線 在旁邊你的地理北跟地水 這個角度叫磁偏角 所以現在的 我們已經知道這麼一回事 所以現在的航空 或者是航海什麼之類的 他們就要去修正他的磁偏角 才能夠讓他的羅盤指向真正的北方 指向真正的北方 因為我們做地圖的時候是用地理北做的 用地理北做的 另外就是所謂的磁青角 磁青角 圖上面黃色線 黃色線所謂的地磁北 可是那磁力線是下面藍色那一條 藍色是他真正的磁力線的方向 然後磁針就會順著磁力線 切線方向就是磁掌方向 就是N級磁力方向 就是N級磁掌方向 所以如果你們在垂直的面上自由擺動 你會指向藍色這條線 可是水平的是黃色這條線 所以中有一個角度就是I I叫做磁青角 Y的角度 傾斜的角度要磁青角 大部分的考試會問到磁偏角 很少人會提到所謂的磁青角 磁青角 然後呢 我們這個磁針說這裡是北邊 就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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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到了地磁北極 它就指向下面 說這裡就是北極 指向下面 所以這個磁青角是幾路 垂直直下去 所以磁青角是幾路 九磁 在地磁北極的時候 指向就是所謂的九磁路 九磁路 那麼雖然並不正確 但是一般考試的而言 我們就把赤道的磁青角 當作是零度 也就是說在赤道的時候 我的磁力線是平行的 平行地面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但是考試的時候 要比較簡化的來考 不要磁青角 剛剛可以講過了 過去的考試裡面 磁青角還會比較有人問 磁青角基本上很少人會出現 但是你要能夠理解 我們有這兩個角度 看那個圖的意思 你就明白了 下面那樣圖 懂它的意思 OK 請你了解 磁偏角、磁青角 地球是一塊大磁鐵 重點 在北邊的是S級 在南邊的是N級 所以地球磁鐵的磁力線是 南半球到北半球 後面考試會用得到 然後呢 理解一下磁偏角跟磁青角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內容 OK